首先我要向所有商业界的朋友 一直扮演台湾经济发展的推手 来表示我内心由衷的谢意 我要恭喜得奖的优良商人 自华商务单位表的负责人 以及外商朋友 我想我们知道台湾中小企业 是写下台湾经济奇迹 这个光荣历史最重要的推手 事实上中小企业不但是在企业界所占比例 而且所提供的就业机会 将近八百万人 也就是说不但是在经济的发展 卸下最光辉的意识 而且是稳定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技术 我们真的明显感谢 当我来接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第二次来接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我想我很慎重 而且其中一个理想 就是我们怎么样积极协助我们的中小企业 包括传统传业 所以在我当男人第二个月 行政院通过积极协助中小企业方案 我们提高他的总资 我们提高他的商业信用 我们也过去都投资在大企业的国发基金 这一次破例 我们用国发基金提出一百年 专门投资在中小企业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中小企业 传统产业 让它能够升级 这个将带动台湾经济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元素 当前我们碰到原油国际 原油价格一直上涨 我们也冲到美国自己皇带的冲击 但是台湾经济 温中代艰 我们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高达4.58% 我们原夜到9月 不当是我们的这个出口达到220亿美金 我们的失业率3.91 创8人的新低 这些都是我们在很远近的挑战里面 因为我们的中小企业 因为我们三叶阶的朋友 大家全力以赴 面对经济的成绩 台湾在经济方面问中待见 这是一件我非常感谢的一件事 这个推手就是今天再说 各位假如没有你们的协助 假如没有你们的投入 过去不可能写下台湾经济奇迹 光辉的历史 当前我们也没有办法应允 这么延续的挑战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 我也在这里再度的恭喜 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奖务 包括我们三人朋友 包括外国的朋友 也特别跟家族们 这是一个无限的光荣 我特别祝福今天的大会 能够圆满成功 也祝福我们在座的各位 肢体健康 万事主义 鸿铜大门 谢谢大家 也祝福各位 谢谢下面掌握我们的演讲 我们刚刚也透过他的说明 很特别强调震度的 其实对商业这块非常非常重视 也特别点出是中小企业 还是台湾商业的重要的火车龙头 获奖实际上代表很多很多传媒的意义 不只是跟我们有商业的往来 同时在国际间也是我们最坚持的奉用 各位次长 各位主力主力 谢谢他们 大罗洛洛洛洛洛洛的大使 赵塔拉大使 谢谢 恭喜 好 继续分发指 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 池田惠代表 好 跟我们的院长合照 在日本 台湾交流非常地密切 所以在商业上面也是如此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并且地交流 第三位呢 是我们加拿大的 去台北贸易市的办事区处长 孟冠中 紫森 好 继续是 意大利经济文化贸易 推广办事处法中 亦代表接受理想 恭喜 恭喜 继续要颁发的奖牌是 民事商务办事处 贝尔处长 代表接受这奖出荣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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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家一起笑一个大合照 是 荣幸达外奖掌人 在中间和所有得奖的代表 能否可以留念 流向就非常难忘 这是有意义的时刻 所以在第一天台上 主席我接受理调量的就是 优良 国外驻马 商务单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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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